在土耳其为叙利亚难民所做的 每一件都深深感动着土耳其副省长阿里 志工胡光中也带来孩子写的信 他把我们当成正常的孩子们来教导 就好像我们是他的孩子一样 亲笔信存在手机 一字一句都包含着无限的感恩 而这份爱已经在孩子的心中萌芽 他们告诉我 等我长大 我要做像你们一样的人 说出此 教兵 温馨座谈会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台呼吁书醒 也演绎要是如来大愿中曲 正眼上人感叹灾难偏多 叮铃志工要把握机会发挥良能 趁着我们平安就要开始改新了 真正的要虔诚 天天啊 疏忽都在复义了 要戒身 要虔诚 我们要精进 世日已过 命运随俭 上人勉励大家不但要精进 还要传承与陪伴 人间菩萨大招生 社会祥和 才有希望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台南报导 我才能够面展开 我的天啊 我还能够面展开 我看见